人世间 看一本书就像是在阅读别人的智慧 观赏一幅照片 也就像在观看自己的心情一样 庙的那旁是拥挤来往的人潮 向神明祈求能够丰丰富富地过一生 庙的这边是已经过了半生的孤单老人 来请问神明自己的未来是否已经不再灿烂 当人潮散去 当繁华落尽 留下的只是满地的灰尘 与每个人内心不同的心情 对于神明来说 庆典只是结束 还会有下次的热闹 对于靠在墙上的老人来说 似乎人生将要落灭 不再有活力了 而对于石炮河的小孩来说 他的人生却才刚要展开 迎向光明的未来 欢迎各位收看今晚为您安排的 经萧花月夜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加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叫我牵挂 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加 我的眉毛为了你花 我的眼睛为了你擦 这不是为了他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来家那一天 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 只怪我 都是没有把你留下 对着你把心来往 让你看上一个面团 让你看上一个面团 看我心里可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才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加 我的眼睛为了你流 我的眼睛为了你茶 现在不是为了他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来家那一天 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 只怪我 但是没有把你留下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来家那一天 你带着你把心来往 让你看上一个面团 看我心里可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加 我的眼睛为了你流 我的眼睛为了你茶 现在不是为了他 我心里有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心里只有你 最亲爱的贝贝东 有了你的爱情 生命竟是充满希望 爱人呀 爱人呀 请你相信 我永远永远 宣传你爱你 背屁住了我的心里 私爱的爱 airplane un十句话给我来大概一搜 爱人 一去不回来 惹得我寂寞 把相思喊 要望 边边云入海 鸟爱双双飞 爱爱爱 我要 请你把心带 叫我的爱 退回到家来 寂寞 相思不难 爱人他该明白快回来 哭哭哭哭 把罗马 哭哭哭哭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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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哦 贝勒嘛呢 要得 Olé 在早晨走的一條路上 只看見新人 只看見車輛 我帶著跳躍的心 慌慌張張的向前窗 在晚上走的一條路上 只看見燈光 只看見月亮 我帶著空虛的心 冷冷輕輕的向前窗 這條路是太淒涼 那條路又太緊張 找不到更好的地方 我天天在這兩條路上 在早晨走的一條路上 只看見新人 只看見車輛 我帶著跳躍的心 慌慌張張的向前窗 在晚上走的一條路上 在晚上走的一條路上 只看見燈光 只看見月亮 我帶著空虛的心 我帶著空虛的心 冷冷輕輕的向前窗 這條路上 這條路是太淒涼 這條路是太淒涼 那條路又太緊張 那條路又太緊張 不及時看見月亮 我這條路是太淒涼 那條路是太淒涼 我那花快不及時看見月亮 不及時看見月亮 還能否修成 有 fatigue 大路是太淒涼 不及時看見月亮 我都會想江國 中国文学家王鼎君说 故乡故乡是什么呢 所有的故乡都是因为异乡演变而来 故乡也是祖先们流浪的最后一战 但对后代的你我来说 故乡却是流浪的开始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乡愁似韵 祖先是南京人 我是生长在天津 天津一直小时候念书在天津 北京也住过一段时期 后来呢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到东北长春去做事 在长春住了五年 那也是可以说是跑了不少地方 对 一直到胜利以后又回到北京天津 是是是 那么来到台湾的时候 大概是那个时候才几岁 到台湾的时候 我是民国38年来的 38年 二十一二二十二三岁大概是 二十二三岁 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没有一定的 就是说心里头很不喜欢共产党 可是也没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 因为总觉得我们来了以后 没有多久就回去了 所以说我很幸运 就是因为我哥哥是飞行员 就把我带过来了 就很幸运的 一住了几十年 当时过来是搭飞机过来 对对对 那么有没有一些在逃避的时候 或者是躲避的时候 一些风险或难忘的事情 我在临胜利的时候 我是在敌尾时期 在一个围满的一个电影公司做事 那时候我们胜利那公司就吹了 他呢 我们的那个里边理事长呢 他就把他的私人财产就分给同仁 那我就到公司领这笔钱 是是是 我领了这笔钱以后呢 千辛万苦走回家里 那真是筋疲力鉴 可以说是等于说大病了一场 是 太累了 我们家里人口又很单薄 我母亲带着两个妹妹 那天我二妹妹呢不在家 就我跟我小妹妹 我到了家里我就病了 病了 躺在床上 就有人敲门 我妹妹年纪小啊 就把门开开了 进来了 这一开 是谁 日本兵 是是 进来三个日本兵 不晓得这三个日本兵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家里有三个姊妹呀 他就存心不良 对我们 可是我们有一个妹妹不在家呀 他就讲些个话不伦不类 我呢对语言特别的笨 所以我日本话又不灵 一窍不通 我只是跟简单的说 我说呢我经常为劳皇军啦 我们很可怜呢又没有爸爸啦 请你放过我们呢 就是非常蹩脚的几句日本话 沟通得了吗 那有一个人就说他就说日本话说我很可怜 就说走吧 好像有风 三个来了三个走了一个 那么那两个呢就不走 不走啊就拉我妹妹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我妹妹就拉着我妈 她就说我不去 打死我都不去 日本兵就拉她的不去 就日本兵我就听了一声枪响 结果这个子弹呢 因为我妈那个手啊在这里 从手穿过去 穿过妈的胳膊 到我妹妹那个肺尖过去 她一看她杀了人了 他们也害怕 那个日本兵就把她拉起来了 拉起来这个日本兵临走呢 我记得那个枪啊有这么长 是是 她就对着我这个脑袋呀 哎呀 我就抬头看她 那个枪啊就是在那抖啊 这个日本兵就说走了 她就是扣着那个枪就没来得及放这个枪 就把她拉走了 哎呀 如果我爱了这个枪 今天就没有我了 这是也是 相当危险 这时候他们一走了 我就起来 当然就看我妹妹 我妹妹当然趴在地下 我把我妹妹从地下抱起来 嗯 一滩血 哎呀 这件事情啊想了我 这太阳了 这是 我们家那个血腥味啊 一直到两个月都有血腥 我妹妹流了好多血 哎呀 所以说我到台湾十年之内 我不能想这件事情 我一想到就 我一接触到我跟任何人都不讲这件事情 嗯嗯 一想我就觉得太恐怖了 就跟看个恐怖片一样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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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